日記女星佐同螞蟻早期來台發展多年 成為台灣民眾家喻戶曉的藝人 雖然目前她已經回日本定居 但前陣子曾短暫來台復工 仍信不少粉絲支持 2024年元旦當天 日本中部石川縣接連發生三起地震 日本政府緊急發布海嘯警報 引發外界關注 螞蟻收到來自台灣粉絲的慰問後 不忘透過社群以中文報平安 她透露當天早上 與家人一同去神社祭拜後 下午的時間都待在家 沒想到卻突然地震 原以為只是小地震 手機隨即收到地震速報 隨後電視台節目全部停播 經濟改播為地震海嘯警報消息 讓新年的歡樂氣氛 也瞬間轉變為緊張 螞蟻感慨表示 看到各地停電房屋倒塌損壞 以及火災的場面讓她感到痛心與難過 同時透露氣象聽表示 地震可能將會持續 呼籲大家要注意安全 地震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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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